來 最後一條片 那個阿嬤現在身體發生狀況 就被警察弄的阿嬤 趕快去 只是這麼安靜的舉著牌 都可以被二三十位警察 用粗暴的行徑 來對待他 剛剛我在裡面就是 他們說沒有簽名也沒關係 就直接把我媽媽帶走 而且她叫我走正門出來騙我 然後把我媽媽從側門就帶走 我根本不知道 他們就說直接帶去遞檢署 我想請問一下阿嬤平常的身體狀況是怎麼樣 我平常都很注重她的身體 所以她平常有病無痛 身體狀況都非常好 這一次就是說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舉牌的動作 也沒有去吵到別人 那警察竟然可以一群人圍上來 那一個老人家當然沒有看過這種場面 然後警察又用很 很粗暴的態度對待她 而且把阿嬤的包包 翻啊套啊 也沒有任何搜索令 就這樣對待 我想再問一下我們這位勇敢的志工 請問你接下來還會願意拿著這些的牌子 站在街頭告訴民眾事實嗎 我會在捍衛民主自由 捍衛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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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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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